我叫齐美玉珍,今天25岁是北京西站的一名民警 喜庆热烈的新春装饰,来来往往的归家乘客 对藏族姑娘齐美玉珍来说,这是她在北京西站度过的第三个春节 我觉得很温馨,而且感觉大家进来拿着行李箱的时候都是面带着笑容 见谁,谁都不认识,但是看见谁都互相笑呵呵乐呵呵的 来京工作三年,每年春运,齐美玉珍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作为车站派出所的一名民警,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售票厅巡逻,帮助需要帮助的乘客 高铁不用取票,您直接进去,刷身份证进去就行,往那直走就行 每到春运,北京西站售票大厅的临时制证双口前总会排起长队 为乘客办理临时身份证,就是这期间齐美玉珍的主要工作 来,输一下身份证号 名字叫什么呀 询问,何时,出证,短短一分钟时间,她就能为乘客办理好一张用于购票乘车的临时身份证 在北京西站派出所执行一队中,齐美玉珍是五名女民警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每到春节,她总会特别想家 去年春运的时候,然后那时候就感冒,然后就差不多连续发烧三四天吧,那时候,也可能一个人嘛,就觉得挺想家的那时候 齐美玉珍的老家在西藏日喀泽,对她来说,用手机视频摇祭祝福,是她给三千多公里外的亲人们送上最好的新年礼物 这是我妈妈,这是我爸爸,这是我 可能明天再给他们视频,因为太晚了,现在这个时间有点 我妈每回就问我,什么时候休息,什么时候回家 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呀,回家带你出去玩呀 他们如果去亲戚那边的话,就集体跟我视频一下 然后在视频里头跟大家道争新年好 工作中,只要遇到家乡亲人 齐美玉珍也总会热情地上前帮助 让老乡在异地也能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因为我是藏族嘛,所以我在后车市巡逻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很多藏族老乡 然后我就会对他们做一些引导 然后带他们去哪个后车室,哪个车厢 可能用藏语的话,也会比较觉得亲切 这个就是要开往拉萨的车 我现在好想回去呀,你看这个列车已经在开了 我好想直接进去这辆车里头,直接回家 春运我还要继续守在这个岗位上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,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